今期最後一站,我們繼續來到中國 臨近新年,大家都看著添置年貨 正值苦年,不少人都會特地選擇老虎相關的裝飾賀年 以老虎為主題的盲盒就變得很受歡迎 盲盒這種方式增加了不少購買樂趣 大大提升了客人的購買意欲 甚至會為了掃柴一套而越買越多 二烏小商品市場都收到不少苦年盲盒的訂單 有買家表示,他們每個月都收到大約40萬份訂單 當中有不少都是盲盒 除了盲盒之外,老虎公仔的銷量也激增 多謝收看今期節目,下期節目又會去哪裡? 嘗試的話一定要鎖定澳門有線電視,還與快訊 請你來的話,請你到達到中間 是否會有些人,拍攝照片 就要來看,收到大約40萬份 就要再往前面會 也要在這裡,收到大約40萬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